在我们东北,无论是大仙岭还是小仙岭,甚至是张瓦台岭,老鞭岭啊,很多山区,这种小河的两边呢,经常会有很多人挖这个蛤蟆塘来抓这个野生的鳞蛙,其实啊,这都是借助养殖的借口,行非法之事,但是又因为远在山区, 没法管理,也没法去禁止这个事情,因为它连着小河,河水呢,正好能够进这个蛤蟆塘,所以很多柳根也在这种蛤蟆塘里生存,这次呢,往前方走,到这个小河的上游,有几个蛤蟆塘,那里面呢,有大体型的柳根,我想钓一钓,今天晚上呢,准备吃柳根。 这下面呢,有泉子,所以冰冻的不深,换供,先在这试试。 小河二本吧? 嗨,小河阳是和级音什么大案的, I'm not enough,的λη挽下了50分钟。 霜浮一下兔大小,我们可以拍照。 我们说到了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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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 cripp hand面任何愣物给他们uta看出了1个股邏和央。 这个柳根非常的警觉 而且特别怕响声 我今天搭营地 把这块的鱼应该全都给轰走了 太阳下山了 还没看着孔 这一天就搭这个营地 看来今天晚上吃鱼是甭想了 明天早上起来吧 来 一条 这么小 又一条 太小了 这不够撒牙缝的 又来一条 太小了 我这条大 养殖的可能会打到比这还要大 但是野生的柳根啊 这么大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体型了 像那个最小的都已经成年了 不错不错了 饿不着了 我所出的位置呢 是属于张广财岭 它是属于长半山的渔脉 这个柳根呢 学名是拉什柜 它不是抛柳啊 拉什柜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河柳 河柳的身体呢 它是比较细长的 而且呢 颜色呢 也是比较淡 但是呢 它一旦进入蛤蟆塘 没有这种溪流的这种 要顶溜 要追逐溪流 要耗损很大体力 所以它就会变懒 然后它的身体呢 就变得肚子大 变宽 就有点像我们的湖柳抛柳了 在东北其实有三种柳根啊 有拉什柜 也就是洛什柜 然后花柜 还有胡柜 胡柜就是抛柳 但是最好吃的 就是这个拉什柜 一样的 河柜 抓住 鱿梨 鱿梨 鱼 鱼 鱼 鱿鱼 鱼 鱼 太小了 太小了